全新一代的 Hyundai Sonata DM8 刚刚在我国发布 它的正式售价是20万6888令吉 可是 Hyundai Malaysia提供了一个优惠 那就是前50名购买这辆车的车主 有这个早鸟优惠 可以以18万9888令吉的价格把它带回家 而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可以和大家说一说 这个全新一代的 Hyundai Sonata进化在哪里 这个全新一代的 Hyundai Sonata 它呢 舍弃的前两代 Hyundai Sonata 采用的这个流体雕塑的设计风格 它采用了全新的家族设计 这个家族设计我们可以在这个 Elantra 还有这个 Tucson 上面都看得到 另外呢 得益于它全新第三代的平台打造这辆车 所以这辆车的重心更低 可以营造出更为主冲劲的这个造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头灯组其实非常的有辨识度 而实际上它在亮起的时候 这个日渐行车灯是一直延伸到这里的 但是当你关掉车子的时候 这个细节其实它是一个镀铬的试条 整体的一体性是非常好的 当然它的头灯组全是 LED 这一点在这个价位的车款呢 其实是不用怀疑的 这个配置非常的出色 另外可以看到这个水箱护罩 它采用这个横条式的设计 其实整个车头看来 这个全新一代的 Sonata DM8 是非常的前卫的 好不好看是见仁见智的 但是一旦你习惯了这个设计之后 你就会觉得这辆车其实非常的独特 非常的特别 在这个轮圈方面呢 它采用的这个轮圈设计非常的帅 双色调的设计 而且这个线条的附中交错 看起来这个视觉的冲击性真的很高 而它的尺寸是18吋 轮胎配备的是 235 45 R16 的 Continental Premium Context 6 轮胎 如果以这样等级的车款 18吋的轮圈我觉得相当的适合啦 大家觉得这个轮圈的设计怎么样呢? 在引擎方面呢 它采用的是 Hyundai 全新开发的 Smart Stream G2.5 的自然进气引擎 采用了多点喷射技术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80ps 峰值扭力232 Nm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峰值扭力在4000转就可以爆发 所以代表着它的起步表现会比起 之前的这个 Sonata 更强 而这点我们有跟原厂进行了解啊 这具引擎的主要卖点在于它有更好的响应 更低的油耗 以及这个更低的排放 所以它已经符合了最新的排放标准 这一次 Hyundai 引进这具引擎 其实也算是非常的有诚意了 重点是 2.5 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可以享有不错的油耗 这一点呢相信是很多人都在意的 而它匹配的这个变速箱呢 是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车辆也提供了4种驾驶模式 相比起车头造型 我个人更喜欢这个 Sonata 的车尾设计 它的这个尾灯组和这个小尾翼已经是融为一体了 看起来整体的一体性非常的好 再加上它这个尾灯使用的是贯穿式的设计 它们连为一体 而且这个里面是有光条的设计的哦 看起来在晚上的时候 你的这个识别度非常的高 而且在旁边它还印上了这个 Smart Stream 的名牌 无处不提醒你这辆车的引擎是新的技术 至于打开这个尾箱的方式非常的特别 你们猜怎么样打开 其实就是在这个 Logo 这里 只需要按一下 它就打开了 虽然说它没有这个电动尾门 但是按下弹起来其实也很方便 这个尾箱的容积也非常的深 官方的数据它达到了510公升 所以应付你一家大小的这个行李呢 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呢这一辆车已经不再配给这个备胎了 原厂给的就是这个打风机还有不胎机 做件这个 Sonata 的内装呢 你可以感觉到它的这个整体的内装设计的质感表现是非常的出色 另外它的内装还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 我们今天所拍摄的就是这个灰色和这个 土黄色的这个搭配 整体的视觉效果也很出色 再来呢 它的仪表和这个大的这个触屏主机呢 视觉效果也很有冲击性 这个触屏主机呢 是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的 另外在正前方还有一个抬头显示器 值得一提的重点是呢这个 Sonata DM8 呢 它不再有这个排挡杆 而是采用这个按键式的换挡设计 感觉是很酷炫 但是实际上使用啊要一段时间去熟悉 然后它自然也是有这个 Auto Hold 啊 电子手刹车等等的功能 但是它的电子手刹车并不是在这里 而是在这一个右手边的方向 这个看似是这个电子手刹车的地方 其实是这个驾驶模式的切换 再来呢这个 Sonata 其实有几个特色功能 第一个就是 全景天窗 再来就是这边有这个 无线充电的基座 而且这个无线充电它的这个技术上面是非常特别的 它不只是充电而已 它还有这个温度感应器 它在感应到你的手机充电的时候过热 它就会启动这个降温系统 帮助你的手机降温 这个是一个很贴心的配备 因为很多无线充电的基座都会有让手机过热的这个问题所在 再来一点就是它的这个360度镜头 它有这个功能而且它也允许呢左侧的这个 镜头开启来照射这个盲点范围 而且它的这个盲点显示的位置非常特别 它是在这个 数位化仪表而不是在传统的这个 触屏主机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当这个影像可以显示在这个数位化仪表的时候 就代表着你不需要分心去看旁边的这个荧幕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当贴心的地方 这辆车的驾驶座有8项的电动调整 包括了这个腰靠 而在这个副驾驶座有4项 另外它还提供了两组记忆座椅装置 最后我就要说 我很喜欢的一点 这辆车刚刚发布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个方向盘的设计 原厂将这个方向盘的设计称为翅膀 你看起来是不是很像翅膀呢 走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后座的空间表现 Sonata 的后座呢其实还是相当的宽敞 我这个做起来 我觉得这个椅背的支撑啊 这个椅垫的支撑其实都相当的到位 但是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在于 这辆车采用了一个流线化的设计 所以它的这个车顶会让这个头顶有一点点的压迫感 另外这边还有这个 中央的扶手 放下来的话 你可以做得非常协议 还可以放下背架 当然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它也没有缺少 而且它这后座还配备了一个USB的插槽 可以让后座的乘客为手机充电 至于在中间呢 中间的骨骑面积会有一点高 虽然说这个 地板的这个骨骑不大 但是这边的骨骑还蛮大的 所以如果以我的身高大概是180坐在这里的话 我会觉得会顶头了 所以各位还是让这个 可能身材比较娇小的朋友 坐在这个中间的位置会比较舒适一些 以上就是我们为这个 Hyundai Sonata DM8 所做的新车介绍 大家对这款造型非常非常全卫的 D-Segment 房车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 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